第三个理论为之情境论 情境论主要在说明的就是 其实一个领导风格的好与坏 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情境而来定 包括了管理者的特征 部署的特征 群体的因素 以及组织的因素 好比说因为这个组织当中 大家的风格是比较保守的 这时候领导者可能所关心的事物 与如果这个组织 大家是比较属于比较开朗型的 可能领导者的风格是不一样 又如如果工作的内涵不同 那领导者的风格也可能会不同 好比说如果这个工作是有程序性的 以及这个工作是需要开创性的 那领导的风格也可能不一样 因为在一个开创性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 领导者也应该是要有开创性的风格 当然情境论也会受人道批评 因为情境是相当复杂 而且是难以评估的 没有 Good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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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?。 。